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没问题 OK好 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创意大赛 到底要怎么样玩我们的创意 那首先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做这个创意大赛 或是教育宣导这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水土宝石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 那其实我们在发现之后 其实我们觉得潜移默化 让小朋友知道 或是让大家知道水土宝石的重要性 才是最好的水土宝石方法 那因为其实我们 像我们就是本身是念水宝系的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专业术语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一般人应该也很好懂 但是其实我们在推广一些水土宝石观念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社会大众 甚至连学校老师都觉得水土宝石好像很难 那我们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来接触到水土宝石呢 那就是要让水土宝石变好玩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譬如说剧场啊 或是教剧教案的方式 或者是科技的产品 让他们知道水土宝石跟他们的关联性 那我们 针对我们希望说我们水土宝石是推广到所有的年龄层 所以我们有针对不一样的TA 有去找寻说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子的题材 让他们可以加入我们的水土宝石的行列 那其实我们在学龄前 国小或是学校 社会大众甚至老人我们都蛮蛮多的教材可以吸引他们来吸引他们的目光 但其实我们最终盘点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最难最难触及到的人 是国高中大学生甚至是刚毕业的青年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我们出的绘本 我们的教具教案教材 或者是亲子具那些东西 对他们来讲可能觉得太幼稚 然后他们也觉得没有办法去 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重要 或是没有办法吸引他们的目光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盘点我们的宣导的缺口 我们发现这个缺口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找到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水土保值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接触得到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创意大赛的方式 那为什么要办创意大赛呢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办比赛 因为他们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所以他们势必得要自己去了解什么是水土保值 才有办法得奖 那我们其实今年刚刚总共有讲过 我们今年办过第七届 其实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时候 我们当初在针对的TA 真的就比较是以高中大学生 或是就是刚毕业的社会人士这样子为主 但我们原本是没有规定主题的 那譬如说他们要做绘本或教具或是影音都可以 但后来我们发现说 其实他们这些产品啊 就是因为他们太发散 就变成说可能就是比赛完之后 我们要去做运用的话 比较不好运用 所以我们在去年度呢 就第一次试着我们已经限定我们的主题 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阅历设计跟绘本创作呢 因为阅历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农委会很夯的阅历是什么 水果阅历 但是其实水果阅历呢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 大概就是农村社区喜欢 然后可能比较年长的家长喜欢 但是对于 因为我们有就是有去问一些 就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并不喜欢 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格的水果阅历 那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创意大赛的方式 来创造一个比较属于青年的水果阅历 所以这是我们去年规划的第一个主题 那第二个主题是我们 因为本来就是想要 就是每年都要出一本 有关水果保持的绘本 那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小朋友现在的创意更贴近于 就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去年规定的主题 那我们其实创意大赛 它也是需要每年滚动式的修正 那今年度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水宝局跟各分局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绘本 但其实绘本呢 它其实它作为读物以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延伸的教育意义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要说 我们想要结合绘本 把它做成一个教案 所以呢我们需要 跟绘本有相关的教具啊 或是桌研或是数位创作 让整体可以包装成一堂课的时间 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去运用 让老师觉得说 我们水族保持的东西更好 然后更好运用 那这是我们今年度的 第一个主题就是绘本 延伸的创意教具的设计 那第二款呢 是等一下会介绍到的 我们其实水宝局 现在有一个最萌代言人叫小韩 那就是我们呢 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小韩呢 因为他其实一直以来 都没有属于他的绘本 所以我们想说 之后我们要去推广小韩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可以 专属于他的绘本 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度的两个主题 那因为今年度 其实我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必须要同步的进行 才可以让大家 我们其实这个竞赛 是5月3号就开始了 那我们在5月3号就开始 做不一样的邀约 那譬如说有电话 有邀请 之前有参加过 我们也觉得不错的团队 来继续参加 那甚至有进学校宣导 然后还有网路啊 譬如说赏金猎人啊 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更多人可以知道说 有这个活动的办理 这样子 那今年度呢 其实真的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在COVID-19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其实真的 我们有把所有的 你看各学校 他们其实 今年度推广 有比去年更困难的原因是 去年可能就是 就是在居家上课 但今年有的时候 因为学政策变来变去 有的时候又实体 有的时候又线上 所以变成说我们要配合学校去做宣传的时候 真的有非常大的困难 那我们也有跟很多老师去做询问啊 就是为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像去你前几年一样 这么好的协助 因为其实老师这边 如果列出来 老师给我们的回馈 就是因为老师他们本身在光 要把他们的线上跟实体的课程做转换 他们本身就已经很忙 而且重点是 只要学生回到家之后 他们就没有办法 比较强力的要求学生一定要 来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今天今年的部分呢 其实在推广上面 其实真的有很大的难度 但我们也还是陆陆续续克服 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去从五月多就开始一直联系 然后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不管是学校 或者是各地方 各地方单位我们都有去 那我们今年度的话 光进视讯宣导就做了46场次 那其实因为其实这个是全台的竞赛 所以我们在全台各个学校 比较有相关的一些科系呢 我们都有跟他们联络 然后去跟他们做 号召他们来一起参加这个比赛 参加这个比赛这样子 那我们今年度也还好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多方的操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还不错 今年还有增到这个75组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还是算是蛮踊跃的 而且重点是 我们这个投稿的这些学生 其实或是参赛者 他们真的是遍布全台 我们有把他们的比例 把它分布 把它标示出来 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全台 各方英雄好汉都在这个比赛来投建 那现在的学生呢 其实现在学生很聪明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一个比赛 其实他可能譬如说像中文系的人 他可能会写绘本的故事 但是他可能美工不行 所以他们现在就很多会有跨系 跨校 甚至有跟学生加社会人士 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 让大家各发挥所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办了七届以来 我觉得越来越好的是 现在的我们的东西更多元 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真的是只单一科系 他们只针对他们的部分来做 他们其实有结合很多不一样的资源 来把他们的作品做到最好 那我们这个 这边让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年度投稿的一些 分部学生的那个就读学校 那因为我们就是 一定要就是办理一个 因为我们总共有75组 但是我们最后决赛的时候 基本上只取各主题 各取前10组最厉害的 所以我们在7月12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邀请各个专家呢 来帮我们做一个出审的这个动作 那来出审的这个委员呢 除了有我们水族保时局本身的委员以外呢 我们还有邀请到金鼎奖的绘本作家 然后还有他们一些 本身就有在做桌游的一些大丸创意的执行长 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实际 他们在做桌游或是在绘本上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老师 来帮我们挑选我们这个本次参赛最前20强最好的这个作品 那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因为今年度的话 我们最后决赛是排在9月15号 所以今年度的成果还没有办法出来 那在其实我们在可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从出审的一直到决赛 其实本身会有大概一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希望这些参赛者他们不要是白费的 他们是可以优化他们的作品 所以我们在7月29号的时候有邀请 就是所有参赛者 我们这边是强制要求 你要参加决赛 你一定要来参加工作坊 就是你要先把工作坊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是你要先把一些 水族保时的一些知识再把它巩固 因为有些很多像我们之前在做这些教材的会 就是征求的时候常常很多人看到水族保时 他投稿的绘本 譬如说他会投什么超抽地下水 或者是什么排放废水 但基本上这个就不是我们水族保时 主要在操作的主要主政的业务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焦点 把它focus在水族保时上 把它拉回来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本次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我们的教具教案 一个是我们的绘本 所以我们也有找 就是真的有在业界 在实际操作的一些专家 来跟各位参赛者上课 然后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做得更好 那早上的部分是上课的课程 下午的时候就会由各个参赛者进行简报 把他们的作品做一个说明 然后由我们的三方的这些专家 把他们的作品可以更优化 让他们在7月29号 一直到9月15号 这个比赛的过程中 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更完整化 然后更优化这样子 那我们9月15号的时候呢 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会进行我们的决赛的评审 那评审的话就是针对不一样的那个评分标准呢 我们都会给他们做一个那个评比做配分 那我们这个奖金 这个活动为什么吸引人 就是因为有奖金 那我们总奖金本就是都有超过10万块 所以算是一个蛮吸引人 就是可以让各方青年来参加的一个活动 也可以让他们自主的学习 水土保持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去年度我们决赛的一个拍照的画面 那我们想说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应该比较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我们决赛的一个那个剪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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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大赛的一个剪辑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年的假作品还没出来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去年度的阅历的前三组的作品 那这三组的作品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觉得说 它符合有水土保持的观念 然后也比较有偏向于这个青少年比较喜欢的一些水果月亮的风格 然后这个是绘本前三组 那第一名的是我们的那个淡江大学的学生 那其实我们后组的时候原本想要跟淡江大学他们合作 就是把他们的绘本实体化 但是因为淡江大学他们学校有他们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这个绘本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是取得游有权 那我们后续的部分会在做运用 那首先我们针对我们后续 因为创意大赛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成果 那这些成果呢 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它 那所以因为去年度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局里面还是比较推崇他们就是传统的水果阅历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那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是比较电子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年度的时候有把创意大赛阅历组第一名的作品 把它变成那个桌上型的那个阅历版 让大家可以做下载做运用 这样让他们的成果可以出来 那有些不是电脑版的话 我们也有提供第二名的作品 让他们是可以列印出来的 变成纸本的运用 那其实就是我们创意大赛的成果不会浪费 然后就是要可以的话 我们都可以继续去做推广 那今年度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去年的那个阅历真的很棒 那我们想要今年把它做一个实体化的产制 那针对去年像我们各绘本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经费去做实体书的那个产制 那现在其实大家最常最常在 小朋友很常就是爸妈会放那个podcast 让他们边听边学故事 然后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朝两个方向去运作我们这个创意大赛的优质成果 一个就是我们把阅历把它实体化 然后或者是我们把绘本把它变成podcast的方式 让我们的成果可以做后续的一些推广 那最最最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其实我就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们如果是有参加过水宝局的活动 或者是有看过我们的一些作品的人 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最萌代言人叫小韩 那小韩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是我们第二届水宝好好玩创意大赛 一个复兴美工的学生帮我们创造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得冠军呢 其实是因为 因为很常常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问我们说 水土宝石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一直很难用很简短的方式 跟大家讲说什么是水土宝石 但是这个学生把我们做到了 他就把我们水土宝石法 就是有明定的 就是保育水土含氧水源减免灾害 这三个元素呢 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最萌代言人小韩的身上 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后续可以用这个代言人 去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所以他那一年在第二届的时候得到冠军 那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当然不能够浪费他 那我们就是除了本身有小韩以外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有三个水土宝石的重要任务 保育水土含氧水源减免灾害 那就变成说我们从小韩这边 把它延伸出来 我们创造一个小玉跟小免 他们就是在我们不一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依照我们的主题 推出我们不一样的代言人 让我们这个小韩的运用可以更顺畅 那他其实除了就是我们 把它变成一个形象代言人以外 我们后续还有做一些很多的 不一样的产制 譬如说我们有做偶装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偶装不管在什么 小型或大型活动 他都有出现 甚至来像去年那个 我们水宝局60周年 他也有跟主委 然后也有跟副主委 做合影 基本上他都是一直要一出门都非常的吸睛 那所以就是不只是在台北分局会运用到 其实现在局里面很多场合的部分 我们都还是会派出我们的小韩 做一个代言的动作 那我们后续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会把小韩这个元素能做更广泛的运用 那我们就是出了各式 像我们其实我们在做宣导 常常要做宣导品 那常常会觉得说 宣导品我们要采购什么样的产品 才跟我们水土保持最有相关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我们小韩 把它变成各式各样的产品 然后我们在做后续推广的时候 都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小韩的任务就是保育水土 含氧水源解免灾害 这就是水土保持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工作 然后就是利用这个方式 把创意大赛的元素把它推出去 那基本上呢 除了一些实体的产品以外呢 像我们就是譬如说 大家就会想说 如果说在学校 老师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小韩 什么是小玉小勉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用语文字说明的话 现在小朋友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听 所以我们有把它做一个 三个我们三个代言人的一个介绍影片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我是小玉 保育水土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我是小韩 海洋水源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我是消灭 减免灾害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是学徒保持区追猛的野人 减免灾害 志敬 好 寶力選土海洋選員減免災害是我們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喔 跟著我們一起保水入土安大地才能永續選土資源喔 這個是我們小韓的小韓小玉小緬的介紹短片 因為其實我們有的時候在去做推廣的時候 現在有的時候小朋友早上的時候 幼稚園早上不是都要跳健身操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我們三個代言人 把它創造成有一個健身操的方式 讓小朋友在普通休閒的時候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跳我們的小孩 所以我們為了他們做了一首百變小韓 專門的一個歌曲 可以讓大家聽聽看 然後所有的動作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 這是誰抱抱小孩 準備好和我一起保水入土了嗎 Are you ready? 這片青山綠是多麼美麗 從大海到高山一朗無遺 跟著小孩收育著片子 你有你有我喜努力 暴雨水途長大幸福 寒陽水源守護家園 見面在海海復生命 是我最重要的任務 風吹日晒 暗山越來 風吹日晒 同情協定四季守護 幫你森林 海復擔心 是我們的人 啊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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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关系 抢风大雨 要注意 发布洪荒警戒 赶快撤离 天下的到写 写写 冰南军 放在剪载 都为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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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哎 暴雨水珠 吵大 幸福 海洋水 原生不家园 见面在海 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风吹雨晒 翻山越岭 同情 千里四季守护 暴雨森林 海湖大树 是我们的热物 父弟是妈咪 雨雨万物 谁 是爹地 不要 不要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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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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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創意大賽辦了七年來 就是其實真的有很多的成果 那我們未來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說藉由這種大家的創意 可以把我們的水土寶石教育做得更好玩 然後更多元更趣味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其實要跟大家工商廣告一下 其實我們水土寶石局真的不只是在做校具教案上 我們真的有很多努力的成果 那這些成果之前一直很可惜 就是都沒有把它實體化 那今年度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有科教館跟科工館有提供場地 給我們做一個實體的長期展的展覽 叫做我們現在在 現在目前展在科教館 在那個士林旁邊 就是兒童心樂園旁邊這邊有一個 機制水寶庫學堂互動巡迴展 那我們這邊呢 這個展覽是把我們所有水土寶石 以前從以前到現在做的各個成果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用互動的方式 讓各個小朋友或者是來餐長 就是來觀展的人都可以用遊戲的方式來學習水土寶石 然後更讓他們覺得說水土寶石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更貼近他們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 目前的話我們在科教館會一直展 展到10月2日 然後我們接下來10月18會移展到高雄的科工館 然後一路展到12月18號 那如果真的大家對於水土寶石真的覺得有興趣 或者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也沒有辦法出國 那有小朋友的人都可以來我們這個展覽 就是來玩一下水寶 然後讓我們所有的今天 就是大家的創意可以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做一個展現這樣 那以上是我今天創意大賽的簡報 謝謝 謝謝